北戴河会议一开!气氛紧张!当媒点名六虎! 每年7-8月间,北戴河是否有会议历来神秘莫测? 中共新华社报道,中共政治局委员陈希和胡春华4日在北戴河看望专家并召开座谈会。 诸多迹象显示,多名中共领导人目前仍不在北京,而是聚集在北戴河。 北戴河会议已经召开。 此前有爆料称,北戴河会议罕见提前召开了, 习近平7月底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可能就是在北戴河召开的。 日前党媒集中点名六支之前拿下的号称野心家级别大老虎,疑似于北戴河传闻会有紧张情况有关。 陈希带习近平北戴河慰问专家,北戴河会议正式已进行。 新华社4日报道,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受习近平委托, 4日在北戴河看望慰问62位正在休假的中国两院院士围住专家,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。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也一同看网慰问和座谈。 官媒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,每天晚间都会先播出中共领导人的行程活动,不过,2日和3日的报道都没有出现这些领导人的动态。 这两天人民日报头版中,也都未见有关中共领导人,特别是7名政治局常委的任何消息。 习近平7月29日结束中东和非洲之行返回北京之后,第一件事就是于7月31日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。 该次会议不但讨论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等问题,更捆绑审议中共党员纪律处分条例,要求官员维护其核心的地位及中央的权威。 习近平主持会议强调,要做好文就业,文金融,文外贸,文外资,文投资,文预期等六文工作。 法广报道称,此次会议在于突出六文,确榜上纪律处分条例,给人一种中美贸易战争憨,北戴河会议也来谈混水的诡异气氛。 8月2日,有美媒爆料说,习近平已去了北戴河,此次的政治局会议可能就是在北戴河召开的。 知情人士称,北戴河会议应该在8月3日结束,让人意外的是,江泽民、李鹏等前任常委,没有按惯例如期到达北戴河。 在这个期间,现任政治局常委们开闭门会,主要议题是意识形态。 消息还透露,江泽民等政治元老,将于下周抵达北戴河,这样的安排,可能让中共政治老人们自然失去参与议政的机会。 中共的神秘北戴河休战一般会在7至8月间进行,到底有没有会,休和时开,外界只能从中共一些管控手段上去揣测。 7月31日,中共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转发了中共河北省秦皇岛市政府6月底,发布的关于对低空骂速小目标飞行器实施临时管控的通告。 管控的时间是7月1日至8月31日。 港媒《南华早报》7月19日也曾引述消息人士披露,被戴河休假早已开始,借气氛紧张,党国大员们的交流似乎受到严密限制。 消息称,到北戴河休假的官员们的公寓都相隔很近,他们可以在散布期间互相问候。 但是所有人都处于重重铺位之中,请求见现任领导人十分困难。 而常规的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的每周例会,将会在休假期间在北戴河进行,但是额外的官方会议需要经过中共办公厅批准。 7月以来,由贸易战引发的冲击波,让中共高层焦头烂额之际,海内外突然传出中南海内政局生变的说法。 7月中旬,政治流言突然满天飞,并且透过海外社交媒体释放。 综合多个传言版本,主要是包括,中共元老派桌子吵架对习近平发难,联明致信政治局,要求大处习,王沪宁被迫下台,汪洋取代习,胡春华入场成为总书记接班人,保留习的位置, 二次修宪,重新加入国家主席任期制,替换席,刘赫和王沪宁的人选已敲定等等。 7月15日,据说有北京背景的海外,多维网报道称,北戴河会议会谈三大内容,除了贸易战,金融风险管控, 中共高层还会就中共档件和宣传问题进行讨论,不排除可能调整领导风格,但画个人一把抓的形象,突出集体领导。 其中第三项议题极为敏感。 而当局7月间对习近平宣传牵以后扬,栗战书等其亲近高调以一定之尊对反习势力宣战,印证证据诡决。 喉舌喊话全党点名六虎一对应北戴河进张情况。 外界留意到,8月3日,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文,再次对中共党员喊话,要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等,文章再次点名周永康, 保锡来,郭伯雄,徐才厚,孙政才,令计划政治野心膨胀,搞阴谋活动,并称中央果断铲除该利益集团,消除了重大政治隐患等。 这篇文章称,要站稳政治立场,提高政治能力。 领导干部讲政治,核心要求是绝对忠诚,坚决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,在政治立场,政治方向,政治原则,政治道路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 文章称,中央果断查处周永康,保锡来,郭伯雄,徐才厚,孙政才,令计划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,政治野心膨胀,搞阴谋活动等问题, 铲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形成了利益集团,消除重大政治隐患。 由于近期北京政治传言纷纷,喉舌媒体就是重提,颇有警告意味。 是否呼应北戴河会议已悄然进行,中共内斗你死我活,习近平用喉舌发生震慑,目前仍不得而知。 事实上,周永康等六只死老虎早已在官方多次点名中定性为阴谋家,也新家。 其中,在中共十九大前的一个彰显中纪委防腐的成就展中,当局把他们放在一张图片中展出,图说是, 诚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分子,消除重大政治隐患。 在中共十九大上,中纪委向两千多名代表做报告时,变名周永康、薄熙来、孙政才、令计划、徐财后、郭伯雄政治野心膨胀,搞阴谋活动,中央及时产除了这些野心家、阴谋家、消除重大政治隐患。 去年中共十九大召开期间,中共证监会主席刘世瑜在中共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发言时,公开指责薄熙来、孙政才、周永康、令计划、徐财后、郭伯雄类高权重, 既具汤又具腐,又阴谋创党夺权、案件令人不寒而栗、触目惊心等。 这是六胡首次被中共官员官吏阴谋创党夺权自演。 今年二月,中共官媒习近平大秘,中本主任丁薛祥讲话。 丁薛祥也称高层官员,有的甚至想要篡党夺权。 有军方背景的环球军事视讯三年前就刊文指,周、薄、郭、徐、令等人,都依附着一个共同的后台江泽民。 而去年后续落马的孙政才,也已被解释将派培植的接班人。